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非凡股市周报 回顾2018年全球经济展望 除了美国呈现扩张之外 欧洲 日本 中国似乎成长脚步 开始慢慢地在放缓 再加上中美贸易战不断地摩擦 所以在2018年的下半年 景气表现可以说是急转直下 而2019年还会是乌云密布的一年吗 还是说今年真的有一些翻好的迹象呢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市场上在今年国内 那样大重要的研究机构 来跟大家提供精辟的见解 首先我们要来欢迎的是 台经院的经济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 孙主任 孙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而第二位要来欢迎的是中金元的副执行长 李纯 李博士 副执行长您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今天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来宾来到现场 跟大家共享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知道今天这一个小时节目内容非常的精彩 那当然要来展望2019年的经济情势 我们要先请两位来帮我们测个字了 看一下今年2019年到底又用什么样的字 来形容今年的景气概况呢 我们先请孙主任来帮我们看一下 您会用什么样的字来形容2019年的经济前景 是 我用一个凡这个字 来形容今年的景气情况 因为今年从去年底到今年初 你会发现一大堆坏消息 如雪片般的飞来 什么采购经理人指数往下掉 台湾的出口订单两位数往下掉 然后本来只有欧洲 日本 中国 就像你刚刚说的欧洲 日本 中国的经济不好 现在连美国也来参与一下 美国外面是政府关门 外面是打贸易战 里面政府又关门 所以我说川普有三关 冲人家关税 政府关门 还把人家女儿抓去关钱 还去跟华为打一个贸易战 所以这些消息你听了烦不烦 好不容易我们在那边拼竞技 好不容易吃了两年饱饭 经济稍微成长率高一点 结果到了去年下半年 整个出口的表现越来越差 然后外销订单也不见了 然后你也不知道今年上半年 这个贸易战什么时候能够打到底 让这些厂商的信息能够恢复 所以我觉得今年对大家 可能最适合的一个字就是烦 我觉得这个字真的是选得太精辟了 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心有戚戚焉 那除了烦这个字之外 我们的副执行将选出来的字 又要怎么样来诠释 2019年的经济前景呢 先跟各位观众说明一下 我跟这个孙明的主任 完全没有串通 我选的字叫做累 我相信大家听完刚才孙主任的分析之后 真的心里不但烦 烦完之后可能真的要感觉蛮累的 那我选这个字的原因主要是在这个 第一个 2019年我们看起来整个情势 大家会非常辛苦 可辛苦完之后 感觉那个回报又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也会觉得累 第二个就是川普跟美中贸易战 川普变来变去 中国一下答应一下不答应 大家看了心烦之余 事实上也开始觉得累了 可能美国的民众 美国的企业也开始觉得累了 到底可不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我想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第三个累的原因就在于说 这么多的变数 但是我们都看不到一个 就是看不到隧道的另外一头 很多的变数都还在发展当中 看来2019年大概也很难有一个断论 所以我们看完这些情况 然后又看不到解决的方式 当然心里就会相对的觉得累了 所以这是我今年2019年的代表字 叫做累 好 我们的开场就开宗民意地跟大家讲了 诠释了2019年的经济 又烦又累 可是脱子人也不要丧失信心 有办法的人才能够在这个 又烦又累的情况之下 还是能够抓到一丝的希望 所以我们要先请孙明德孙主任 来到我们的台阶 先跟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年的景气展望 因为其实在2018年的年底 再看2019年的时候 的确很多的研究机构 都已经下修了经济成长率 经济成长率代表的 当然就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前景方向 所以这波下修潮 是不是真的还没有结束呢 主任 我想今年从年初开始 你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用那个词更夸张 说天要黑了 对 寒冬来了 寒冬来了 天要黑了 所以各预测机构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表上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它把去年全球的经济成长率 还有3.7 今年只差3.5 往下掉 经济学人3.0 2.8 其实你看大家都差不多 对 全部都下修 对 全部都下修 当然你会说 那到底是美国好 中国好 还是欧洲哪一个地方好 其实都不好吗 今年只有日本可以持平 其他都往下掉 比如说你看到美国 2.9 变2.5 这家预估的更悲观 2.9 变2.3 这个落差也太大了吧 对 你看到去年 还有接近3%的成长率 到了现在只剩下 接近保2的成长率 差了很多 因为美国去年好 第一个它有减税的效果 然后再来川普总统打贸易战 可能也刺激一些资金 开始往美国去移动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因素 然后消费的部分 去年美股在前面的三季 表现都很好 美股是去年12月 10月才开始往下掉 所以前面三季 它的消费都非常的旺 还有一个不要忘了 去年的前三季 油价也表现得非常好 油价一好 页银油的投资就跑出来 这也是有关联的 是 但是到了今年 第一个你看到 油价已经从去年的最高峰 到了80块美金 一路掉掉掉到45 一直在回测 稍微回来一点 但是也没办法再回到80了 第二个是它的消费 美股从26000点掉下来以后 虽然最近在1月的时候 表现还可以 但是你说要再回到26000点 我看是很难 感觉有点难 对 因为联准会的升息 一直躲在后面 所以美国的经济 看起来没有像去年这么高 所以如果从经济学人 预测美国的GDP 有可能从去年的2.9 降到今年预估2.3的话 这样的趋势 有没有可能让川普这种往外冲 往外杠的这个速度跟动作 稍微慢一点呢 有可能 所以他现在赶快要去跟中国 先取得个妥协 叫中国该买的赶快买 钱先收 订单先来 贸易逆差先平衡一下 对 先平衡一下 这个对美国的外贸有好处 但是单靠这种美中贸易战 我觉得缓不济急 还有一些其他应变的做法 比如说他现在为什么 一直在跟国会在吵架 因为他想叫国会赶快多出点钱 盖墙本身可能还好 因为盖墙其实不算什么公共建设 它内部还有很多公共建设 它需要很多公共建设 来刺激整个经济的成长 所以今年对美国来说 如果川普总统可以顺利去执行 他的财政措施或许还有一点旧 撑得住 对 如果不行的话 可能就像经济学人这样子 掉了更多 那其他地区 日本其实你看到他经济成长率 大家都预估他 他居然都能成长 对 微服成长 其实日本的经济 现在大概全世界的经济规模 第一大是美国21兆美金 第二大是中国13兆 日本5兆 所以日本其实没有很大 日本就算1.0 1.3 也没有很大 但至少是好消息 你怎么听到 怎么日本还可以撑 第一个就是 他明年有2020东京奥运 所以他们很多今年该做建设 也都到了收官之年 对 然后再来是安倍首相 在东京奥运的前一年 老实说他也不可能做什么 太不好的政策 该扁的还是要扁 要吸引观光客 赶快来订饭店 对 赶快来 订饭间 这个对日本的经济是好事 OK 那第三个你看到的是欧洲 1.8 1.6 1.8 1.5 你看大家都好像超来超去的 因为欧洲今年 它的经济 虽然它前两年就已经往下滑 但今年到去年还不到底 今年也未必到底 因为脱欧的问题还是很麻烦 脱欧的问题困扰了英国 然后法国又有黄备性运动 又困扰了法国 然后你不要看说 好像德国好像去生事外也没有 那最近这个整个欧洲的纷扰 也会影响到德国的出口 而且你要想美国打完中国 德国的汽车 日本的汽车也是它打击的对象 原本是盟友 现在也可能变敌人就对了 是 因为它已经先把主要敌人给弄垮了 现在就来对付次要敌人 然后最后一个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前几年还有保7 那你看它现在不但没有7 现在要保6 我前阵子看到一份报告 有一些外国人是说 这保6可能只是官方数字 他们预估的只有4 这也落差太大了 是 中国大陆的数字掉的其实非常的明显 消费它的股市在去年掉了26% 对 它的汇率去年跌了6% 两个加起来就三成 当你股汇市大跌的时候 你的消费怎么会好 对 所以中国大陆的经济一直往下掉 也会影响台湾的经济 那最后一个是全球贸易 台湾跟贸易高度相关 对 出关 其实你看到全球的贸易的成长率 那个MF预估还比较乐观 还有4% 其他的都4.3 3.4 3.8 3.6 贸易的数字是在慢慢的在减少 OK 好 我们要请孙主任先回座 看完这张表格 感觉上很像在看那个视力检测 有没有 就是数字感觉几个都好像 只是上下左右的差别而已 好 看完这张数字 大家都在下修经济成长率 看起来的确很烦 那很累的部分呢 我们要请我们的李淳李博士副执行长 来到我们的台前 也来跟我们看一下 因为他要谈的也是经济成长率 但是是要从OECD的角度 来跟大家谈它的焦点 是 我们可能用几张图表 也来看一下 其实跟刚才孙主任谈的 这个趋势蛮类似的 基本上就是关键字 叫做乌云密布 这跟寒冬来了 这个冬天来了 好像感觉是雷同的 尤其是这张图表很有趣 就是我们看到蓝色的部分 这个是去年5月的预估 2018年5月就是蓝色的线图 OECD这个国际组织的预估 那绿色的线是去年9月的预估 OK 红色的线是去年11月的预估 我们就以这个先进国家 台湾其实基本上 也算在这一张图上 这掉的幅度也太大了吧 对 5月的时候相对来说 还觉得可以控制 那其实各位看到 到9月的时候 感觉这整个趋势 还是缓步的下滑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我们看到 到11月的时候 就像瀑布似的 大幅的调价 原来预测大概有 平均百分之2.1左右的 这个成长率 到11月预测 大概会掉到 只剩下1.7左右 保二都不见了 保二都看不见了 所以但是新兴国家 相对来说看起来比较好 我看到这条红色的线 居然往上 对 2019年 新兴国家会开始 巨幅下滑 可是OECD是预测 2020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总而言之 但是世界经济我们要了解 还是以这群先进国家 其实是火车头 他们是火车头 所以如果他们掉下来 对大家的影响是更大的 没错 当然中国是落在 这个所谓新兴国家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 大概新兴国家 大部分的新兴国家 巴西 阿根廷 甚至俄罗斯 2019 2020会反弹 对 我看到 连IMF的预估数字也是 全球的经济成长率都下降 但是唯独巴西还有印度 经济成长率在今年 有机会上调 是 但里面有个最大变数 其实就是中国的经济 刚才孙竹人提到了 这个预估是从6.2 6.0 有的专家说 可能会掉到3跟4 那它就可能会拖累了 新兴国家的这样的平均率 总而言之 我想这整个趋势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2018持续的下调的 对2019的预测 那所以才说的是一个乌云密布 那我们可以看下一张 各位看到这张图表在讲说 为什么这些国际组织 一直在下调 为什么 2019 2020的预测 对 到底经济坏在哪 这张图表在告诉我们说 第一个 销售金额在下滑 就是这个橘色的 那么生产也同样的在下滑 那当然可以理解的是 当大家都不买东西的时候 生产定单当然就会减少 对 因为我终端库存 销不出去 那我产这么多货要做什么 所以这是两个主要的指标 所以关键是 为什么大家开始不买东西呢 简单说就是消费变得保守 对 因为大家都开始觉得烦 开始觉得累 关键其实在这个 又烦又累不是应该花钱吗 重点来了 烦累之后 未来还是乌云密布 所以简单的说 特别像中国这个 成长最快的零售市场 他整个消费的信心指数 其实从去年7月开始 就开始不断的下滑 大家比较变得保守 钱存起来 来预备未来这个 不确定的这种情况 这像很多父母 也许身边不是真的没有钱 但是比如说周遭裁员的人 开始变多了 没有工作的人变多了 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让自己花钱变保守 会想说我宁愿钱存一点下来 预防未来有什么状况 所以零售销售生产都一起下来了 我们看最后一章 谈的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 未来 产业目前的业者 全球的业者 对2019 2020的期待 各位也看到 基本上也是出现一个下滑的趋势 都不好啊 这里包含两个 一个就是我现在的生产设备 未来到底可不可以继续生产 第二个是我未来有没有新的 还没有出现的商业机会 这很重要 这两个各位看到 其实都是出现一个下滑的趋势 所以不管是现有的产能的利用 或者是新的机会的开创 其实从产业 产业其实比大家都来得更敏感 他们都感觉到2018年2019年 其实就是一种乌云密布的这样的趋势 OK 好 我们谢谢傅智云长 看完了这个又烦又累的报告之后 大家还是不要灰心 因为就算面对再大的利空 总有利空出近的一天 或者是过去的一天 那重点是 您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我们当然要把这个结构架构给搞清楚 大家才能够知道 怎么样在2019年 充满风暴的时候 能够掌握您的获利契机 我们下个节奏回来 再来讨讨论 我下个节奏回来 我下个节奏回来